經過不知道來關心 國內傳出多起染疫後 因為隱形缺氧致死的案例 有中醫師就提醒 一旦發現嘴唇的顏色 呈現青紫色的話 可能就是血氧濃度太低了 這個時候可以趕快的按壓 中指指尖的中沖穴 還有老公穴 以及腳底板的泳泉穴 按壓這三個穴位 可以強化呼吸 維持血氧 不過醫師也提醒 這只能做預防 如果呼吸出現不順暢的話 還是要儘快就醫 避免耽誤黃金治療時間 疫情沒降溫 隱形缺氧致命案例又層出不窮 近期沒有明顯徵兆 一旦突然發作都相當危險 國內中醫師提醒 要防範 想保密 有PEPBO 自我察覺症狀不對 用力按壓穴位 就可以幫助維持血氧 呼吸順暢 三個急救穴位 分別是中指指尖的中沖穴 以及握拳時中指指尖 對應掌心的勞弓穴 還有腳底中線 三分之一的咽泉穴 按壓這三個穴位 可以達到強化呼吸 維持血氧關鍵 但怎麼觀測血氧濃度低不低 身體有前兆會告訴你 抬癮在肺部瀰漫所致 望診的時候會發現 病患的顏色是比較暗黑的 觸診心下的地方 會摸到一個硬塊 那病人也會比平常 更容易出現疲倦 想睡覺的情況 另外按壓指甲後鬆開 如果沒有馬上恢復為淡紅色 可以用來判斷血氧濃度夠不夠 甚至拍大鎖骨旁的肺筋 搭配闊胸都有助於 體內血液循環後增加供氧量 有些人有痰 所以後面如果說對長輩的話 你除了拍他前面 你還可以拍他中間 還可以拍他後面 預防他這個部分血氧下降 引起的這種胸悶 或者是這種缺氧的一個狀態 醫師強調 無論隱形缺氧或極性肺酸塞 都是段時間內容易致命的殺手 平時除了按壓穴位 提高血液含氧量 最重要的是一有呼吸不順 就趕緊就醫才不會耽誤 黃金救命時機 藉由邱鎮 台北採訪報導 按摩 金救命時機 commercial 房 中